今年,55岁的何满是青海省黄中县的一位银铜器手工艺人,他从小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有40年的银铜器加工制作经验。 如今,何满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铜器制作及溜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何满告诉记者,黄中银铜器品种繁多,涵盖了茶壶、茶盖碗等日用器皿,耳环、项链、手镯等各种配饰,还有寺院的供器、小钻金轮、佛塔等法器,具有藏文化的艺术特色和很高的审美价值。 据了解,溜金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是把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拱剂涂在银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牢牢辜负银铜器表面不脱落的技术,这种技术一般是祖传,极具保密性。 何满说,黄中银铜器制作的关键在于材料和工艺,材料用纯金、纯银、纯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手工完成,所有的图案都是手工雕刻,而这些图案的原稿都是他亲自绘画出来的。 这个绘画呢,当时我学的时候,没人教我,我自己就是跑出去以后,在那个里塔尔斯金的那个寺庙里面的那些图案,不断地在观看,不断地在跟他那些以前留下的那些图案学画。 近些年来,何满的银铜器作品先后参加过意大利米兰世博展、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新技艺展等展会,部分作品还被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单位收藏。 然后我们这些传承人走出去,走到海外传承这些技艺,然后海外的人知道我们当地的这些技艺,当地的这些文化。 何满说,手艺意味着缓慢与艰辛,但背后是专注和对完美的追求。 他希望这一传统的技艺和匠人精神能够打动更多的年轻人,将黄中银铜器制作及流金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培养出更多的民间手工艺人。 现在我一直就跟这个,就是河门师傅一直把这个流金技艺的这个技术一直传承下去,正确就是做得最好。